女孩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困死在学校了 因为她只要一跨出学校区域 就又会回到学校的锅炉房 她一遍又一遍地尝试 可不管她试图从什么地方离开 都会同样回到这个地方 女孩好奇这里是不是有着什么秘密 于是便观察起了锅炉房 一观察她却发现 这里居然布满了血迹和警方留下的标记 她好奇地想去找闺蜜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可诡异的是闺蜜居然把她当成了空气不予理会 更诡异的是闺蜜居然还在学校里贴满了女孩的寻人告示 不解的女孩又来到了体育馆 因为她认为这里人多或许可以问问 然而令她又没想到的是 这里的学生和老师居然在为她举办追悼会 惊讶之余 女孩刚想过去问问 但这是一名同学突然跑过来和她主动打招 女孩叫麦迪 本是这所学校的一名学生 有着喜欢的男孩和要好的闺蜜 可就在一天她上完自习课走出教室的时候 就莫名变成了这样 面前叫麦克的男孩还是告诉麦迪说她已经死了 这只是她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不习惯而已 看到麦迪还是不死心 麦克又带她来到了篮球馆 因为这里有着更多跟他们一样的死者 他们是这所学校几十年以来的亡死之人 他们之间有学生 有教师 也有保洁员 面前的老师告诉麦迪说 他们全都因为是亡死之人 所以灵魂才会被永远困在了学校 接着老师想要麦迪介绍一下自己 这番话直接惊待了现场所有人 因为像麦迪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没有死因 没有凶手 更没有发现尸体 面对他们难以置信的表情 麦迪又带麦克来到了他生前到达的最后一处地方 因为就在那天他走出教室后 原本是到下面停车场和男友约会的 可男友却以手机没电将他旁塞了回来 但就当麦迪回到这个楼梯间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男友的手机居然又有电了 于是他便想拿出手机拍下证据 却没想到手机才刚拿出来就没电了 这时候男友又从这个楼梯走了上来 但明显男友是看不见麦迪他们的 紧接着麦迪又发现自己的寻人告示居然遭到了涂鸦 生气的他想撕掉告示 可不管他撕多少遍都没有任何作用 麦克说这正常 因为他们处于不同的世界 麦克还是劝他承认自己已经死亡的事实 可麦迪还是不相信地跟着男友来到了教室 但当他来到这里后却有了惊人发现 只见男闺蜜西蒙居然在课堂抱走了起来 就因为他不愿相信麦迪已经死亡 再加上他的男友维泽尔在麦迪失踪后没有任何作为 所以西蒙怀疑这一切都是维泽尔搞的鬼 并随着他越说越多 西蒙也和维泽尔发生了肢体交流 而令人意外的就是这里 就在西蒙要维泽尔给个说法的时候 他竟意外扯开了维泽尔的书包 然后紧随其后的就是麦迪的手机居然从书包里掉了出来 这无疑是最令人震惊的发现 私自藏有死者的手机 无疑是将所有矛头都倒向了自己 但麦迪依旧还是不愿相信自己死于男友之手 他认为或许是因为维泽尔想调查清楚自己的死因 所以才这么做 可这边的西蒙已经认定了维泽尔就是凶手 并且还打算一定要比他好看 所以他带着闺蜜尼可兰在了维泽尔的面前 但到闺蜜和男友这般兵容相见 麦迪还是忍不住了 他想跑出学校跟着他们寻找线索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接下来就发生了开头的内幕 看着锅炉坊管道上的血液麦迪沉思了好久 此刻他好像想起了点什么 但这一丁点短暂的记忆别说看清凶手了 他甚至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离不开学校 没发现尸体 不知道死因 现在的麦迪已经近乎崩溃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 现在体育馆里又走进来了很多人 这其中还包括麦迪的母亲 因为没有尸体无法下葬 所以他们需要为麦迪守夜 但维泽尔被警长拦在了外面 麦迪想看看警长怎么说 然而他才刚来到门口就又听到令他震惊的消息 因为警长是维泽尔的父亲 所以他将麦迪手机的事说了出来 原来在他和麦迪出对象的时候 维泽尔劈腿了拉拉队的克莱尔 他本想趁着麦迪不知情约克莱尔出来玩 却没想到信息发错给了麦迪 因为还没有出现一部标记 所以他想趁着麦迪还没发现 偷偷拿他手机删除记录 可没想到随后麦迪就发生了意外 麦迪有点猛圈 他没想到自己深爱的男孩 居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 很快时间来到了晚上 大家都各自拿着蜡烛去为麦迪守夜 这其中最伤心的莫过于西蒙了 西蒙由于太伤心没有去守夜 他独自躲在教室里流泪 维泽尔也被警长带上了警车 然而随着时间来到了深夜 反转再次出现了 就在西蒙来到窗户门口望着外面的时候 麦迪也来到说谢谢他的喜欢 西蒙居然能看见麦迪 这情况直接惊掉了麦克的下巴 生人看见灵魂 这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见 麦迪管不了那么多 他赶紧向西蒙解释说维泽尔不是凶手 也就在这时尼克突然走了过来 然而诡异的是 尼克居然不能看见麦迪 他过来把西蒙叫了出去 这时麦迪赶紧问麦克这是怎么回事 可麦克却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困在这里的所有灵魂都没有出现过的事 既然他不知道 麦迪就赶紧追出去想再问西蒙 但他没想到在他来到操场后 西蒙又看不见他了 随着麦迪跑出学校范围也又被送回了锅鲁房 不知道怎么回事的麦迪又回来问其他灵魂 不出所料 这里所有人都不清楚他现在的这种情况 为了查明情况 麦迪又来找到了西蒙 因为他想趁着现在西蒙还能看见 想让他尽快查明原因找到自己 说不定他现在还没有死 为了帮助麦迪 西蒙也问麦迪还记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锅鲁房的 根据西蒙的提醒 麦迪好像又想起了一点东西 他记起自己在锅鲁房晕倒了 然后是被不知名液体滴醒的 接着醒来后就看到了墙上溅洒的血液 随后他又看到维泽尔离开了教室 但记忆也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紧随其后 西蒙就开始逐一翻找起来所有有关维泽尔的柜子 但却没有一丁点发现 无奈麦迪只好带他来到了学校一处废弃的修理房 因为这里是他生前经常和维泽尔约会的地方 他认为或许可以从这里寻找线索 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 西蒙在这里发现了一块手机残骸 这块残骸的特性居然和麦迪手机的一幕一样 他们在离开修理房之后 又在餐厅探讨着残骸到底是不是属于麦迪的手机 可也就在这时 他们的英语老师安先生路过了这里 安先生说他也并不相信麦迪已经死亡 所以他希望西蒙也不要轻易放弃 看到老师这么重视自己 麦迪说或许可以让安先生也来帮忙 有人帮忙自然是好事 因此西蒙将残骸交给了安先生 手机就像是一部全新的一样 他提示维泽尔一定要待在家里不要外出 更不能去学校 可维泽尔这个叛逆的少年就是不听父亲的话 他趁着父亲在打电话的时候 就悄悄骑车溜了出去 并随后来到了一处房子 这里是麦迪的家 维泽尔在这里见到了麦迪的母亲 他被请到了屋内 由于麦迪的失踪 母亲明显已经憔悴了很多 维泽尔此次过来是想问麦迪的手机的 因为他知道警方那里的手机并不是麦迪的 所以维泽尔认为或许能在他母亲这找到 可母亲却问是不是他伤害了自己的女儿 这边的麦迪和西蒙还是依旧紧张地讨论的线索 毕竟手机残骸被发现 这就说明麦迪被人谋害而死肯定是有原因的 并且这个原因就藏在他的手机里 所以趁着这天雨夜 西蒙又在没人的时候溜到了修理房这里 他们的目的自然还是为了手机残骸 果然不出所料 西蒙又在地上发现了一块残骸 安先生将西蒙带出了修理房 他让西蒙赶紧回去 并不要将今晚的事告诉任何人 西蒙想问安先生他为什么也会来到修理房 可安先生却只回复说要他小心开车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第二天 麦迪又和西蒙讨论了起来 因为安先生和这件事有关是他们两人没想到 再加上安先生曾经是麦迪最敬重的老师 他在课堂之外还会耐心疏导安迪 并会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给安迪 让他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就可以找自己 可现在他莫名没有原因的出现在修理房 这就说明他很有可能是这件事的参与者 于是麦迪两人决定对安先生展开调查 首先西蒙叫上妮可合作 妮可在外面吸引着安先生 西蒙则来到他的办公室顺走了他的车钥匙 然后来到了安先生的车上 果然不出所料 他在这里找到了麦迪的手机残骸 原本安先生答应要上交警方的残骸 却没想到被他私自藏了起来 线索瞬间就从维泽尔转到了安先生 但对于自己尊敬的老师可能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麦迪还是有点难以置信 所以他又来找到了麦克 麦克告诉他对于这种情况 或许可以问问另外一个叫内莎的灵魂体 因为内莎就是被自己的班主任残害致死 内莎告诉麦迪 大概30年前 他有着一个非常重视自己的班主任 他几乎每天都会帮助自己辅导功课 甚至为自己申请伯克利大学的学位 然而这种好景不长 就在内莎成功获取了伯克利的学位当天 原本他想过去跟班主任报喜的 可没想到班主任却要内莎报答他 内莎没有服从 所以他那天就再也没有走出班主任的办公室 知道这些麦迪简直不敢相信 于是他立马去找了这个班主任的资料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麦迪居然发现安先生的办公室 就是曾经班主任的办公室改造而成 这边的妮可也在寻找着线索 也就在这天他在自习的时候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他发现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 居然被麦迪点赞了 并且麦迪还留言让他去老地方 以为麦迪没死的 他快速就跑到了曾经他们常来的楼顶 可没想到他来到这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也就在他疑惑之余 维泽尔居然也来到了这里 原本就有着巨大嫌疑的 他突然出现在这里也吓坏了妮可 维泽尔说他确实是跟踪妮可过来的 但不是为了伤害他 因为他也想知道麦迪失踪的线索 所以这才尾随他过来看看 并且他对点赞的事也毫不知情 经过维泽尔的一番解释 妮可选择相信了他 并和他坐下来促细长谈 而究竟是谁用麦迪的账号点赞的图片 也被他们抛之脑后 不过两人经过商议之后 也决定和麦迪的母亲 一起去学校附近的森林里找线索 这边的麦迪和西蒙 也开始在安先生的办公室翻找了起来 可他们努力了一通都没有任何收获 反倒是维泽尔等人 居然在树林里找到了线索 他们发现就在一棵树底下 居然有一张罚单 而这张罚单就是属于麦迪的 并且上面还有一个男人的脚印 这就说明麦迪可能和这个男人 来过这片树林 这边的麦迪两人没找到线索 也准备离开办公室 可没想到这时安先生居然赶了回来 他们见状只好躲进了柜子里 回来的安先生好像非常暴躁 他不知道给谁通着电话 并且说的事情好像和麦迪有关 安先生说着说着就又走出了办公室 麦迪这时候也非常疑惑 自己明明就没找他要过钱 他为什么要说给了钱给自己 然而就在他思考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刚刚的柜子里 出现了一个暗格 女孩意外变成了 蒂富林被永远困在了学校 就仿佛是一场灵异事件一般 没有凶手 没有尸体 甚至就连受害人都失去了那段记忆 但幸运的是女孩的闺蜜 居然能和他跨一届交流 并且通过两人的努力 他们还发现了他们的英语老师 和这件事脱不了干系 就在刚刚 女孩麦迪和闺蜜西蒙 在英语老师安先生的书架上 发现了大量现金 根据现在钱处于暗格之中来分析 这些钱的来路绝对不干净 为了查明真相 麦迪想通过安先生的手机 来看看他的通话记录 可他们身处不同的世界 所以没有安先生的密码 他是无法打开手机的 看着眼前人 很可能就是杀害自己的凶手 急于寻找证据的麦迪 也是焦急万分 他呼叫着西蒙想想办法 但现在正在考试的西蒙 却没有理会他 可当安先生去收拾窗户的 百叶帘的时候 下课铃声也响了 西蒙看准机会 也快步上前交卷 并拿走了安先生的手机 不知西蒙去向的麦迪 只能回到了篮球馆 其他地妇林这里 因为眼见凶手就在眼前 麦迪想过来问问 他们知不知道 这个安先生的消息 毕竟这些地妇林 被困在学校已经几十年了 一名叫查理的地妇林说 他有一次看到安先生 在一次筹款活动上 写错了一个人名 因为他身为一名英语老师 拼错一个简单的单词 明显不太可贵 但也就仅此而已 因为虽然他们被永久困在了学校 可整天去盯着一个 和自己无关的活人 显然不太现实 所以除了查理的这个发现外 就再也没有了其他 麦迪剑既然他们没有发现 那他又开始问起了 其他的地妇林 这边的西蒙虽然拿到了 安先生的手机 但他不知道密码一切都是徒劳的 这时候另一个闺蜜 妮可也来找到他 并说出了昨晚 他们在树林里发现 麦迪的罚单的事 不过他们跟着地上的脚印 到了一处马路后就消失了 虽然他们这是个不错的发现 但西蒙现在却没有丝毫理会 毕竟他现在的注意力 全部都在安先生的手机上 西蒙有点不耐烦地试图 告诉妮可他可以看见麦迪的事 可妮可却也说他也觉得可以 两个人的聊天牛头部 对马嘴完全不在一条线上 西蒙无奈也只好终结对话走开了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就在他们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他们的另一名心理辅导员 却在后面关注到了这一切 甚至这个辅导员在妮可离开后 就又找到了西蒙 他试图在说叫西蒙 说如果他最近有什么困惑 或者心理上的问题 可以随时来找自己 也就在这时 安先生的手机 突然提示手机启动了防盗系统 并且安先生已经跟着地图路线 要找过来了 西蒙见状赶紧打断对话离开了现场 妮可也来到了新闻社来参与直播 因为学校评选了年度校园人物 并且这个头衔落到了克莱尔身上 所以他们需要进行一场校园直播 而这个克莱尔同时 还是麦迪男友的Pitter对象 不过这些妮可却不知道 原本直播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就在克莱尔发表感言的时候 他突然提起了麦迪 并且说如果当时自己能及时发现的话 或许麦迪就不会遇难了 听到这里妮可瞬间忍不住 他询问克莱尔是不是知道点什么 可由于现在是直播 导播在外面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克莱尔见到说错话 也开口否决了刚刚说的话 但很明显他确实知道点什么 另一边麦迪正在跟其他弟妇灵在放松的时候 西蒙突然走过来找到他说有话要对他说 接着他们就又来到了校园边缘的公交站 他之所以找上麦迪自然是因为安先生手机的事 因为现在安先生已经关注到了西蒙 所以他来找麦迪自然是要他留意一下安先生 避免自己像麦迪一样出意外的时候没人发现 然而麦迪却说他应该去找妮可 毕竟他们处于不同世界 即使麦迪发现了什么也无能为力 一棍打醒傻袍子 西蒙赶紧过去找妮可 就在妮可走后 查理等地妇灵也过来找到麦迪 他们说麦迪或许可以去学校的舞台那里找另一个地妇灵 因为他一直都在那里游了 或许他能看到点什么 知道这些后 麦迪便马不停蹄来到了这里 他来到后也发现了这里诡异一场 楼上好像还有什么人活动的痕迹 寻声而去 麦迪来到了舞台的后面 这个叫米娜的地妇灵好像并不是很欢迎麦迪 他说他一直在这里防止别人遭遇和自己生前一样的行星 然而即使他多努力都没有人愿意感谢一下自己 所以他拒绝了回答麦迪 麦迪无奈也只好独自查看起来 他也很快在地上发现了一个掉落的logo 然而就在他疑惑这是什么的时候 这名叫小唐的地妇灵是最早一批被困在学校的灵魂 不过由于他有点不正常 所以几乎没什么人理他 他知道麦迪一直在寻找线索后 也说愿意帮助他 小唐说他认识一群由于车祸被困在这里的地妇灵 因为人多好办事嘛 麦迪或许可以找他们帮忙 然而就在麦迪来到这些人这里后 这个乐队的人却没人愿意理会麦迪 就因为他不是一名懂音乐的人 即使是这样 麦迪还是在他们身上有了意外收获 而这边的西蒙果然还是出意外了 由于手机被盗 所以安先生报了警 就这样首要嫌疑人西蒙就被逮捕了 警官将他带回了警局 在警局里 西蒙毫不隐瞒地将安先生办公室里 有大量现金的事说了出来 并说他可能就是杀害麦迪的凶手 然而对于他的话 警官却拿出了手机残骸放到了他面前 警官说这是安先生主动交上来的 还是他在西蒙的课桌里发现的 甚至对于所谓的现金 他们搜遍了整个办公室都没有任何发现 更有甚者是他们现在调查麦迪的案子 由于没有再发现任何线索 所以他们现在推断这一切都是麦迪自导自演的戏码 他伪装了袭击现场 然后互换手机再配合闺蜜把锅甩到老师身上 他这么做也就是为了消失离开这座城市 这边暂时没有了西蒙的帮主 麦迪也只能找另外的蒂妇林帮主 他们通过查找学校的历史也发现 麦迪找到的那个logo就是学校以前的老款乐队 也就是车祸乐队那个时候的 对于这些他们还是得去问问米娜 不然每个有少女心的女孩都躲不过鲜花的诱惑 收到鲜花的米娜也愿意配合麦迪 麦迪见状又拿出logo问安先生的事 米娜说他确实有所发现 因为这个安先生之前一直来舞台这里乱搞 米娜没有回答 而是打开了舞台地上的一处通道 紧接着他们所有人都来到了底下的密室 这里除了正常的演出道具外 还有着大量学校的logo 有新的也有旧的 查理这时又发现了一张购物单 这是一张大量购买老款乐队服的收据 并且落款人就是安先生 麦迪在西蒙再次回到学校后也找到了他 并让他去举报安先生 看到有确凿的证据 西蒙自然是非常乐意的 于是他趁着学校领导在开会的时候就闯了进去 他拿着新款乐队服对校长说 这批由安先生经手购买的乐队服被他造了假 因为他用资金购买廉价淘汰了的老款乐队服 然后躲在舞台底下偷偷更换了logo 使他变成了新的 从而从中赚取差价 就在西蒙做完这些后 麦迪这边却又有了意外发现 就在他们所有地妇林在篮球馆看电影的时候 这时小棠突然拿出手机说想跟麦迪合照 麦迪一见就很好奇问他手机哪来了 小棠说他是在舞台那里捡的 这时麦迪又好奇他怎么能解开手机密码呢 麦迪发了疯似的往外跑 现在他必须在西蒙离开学校前拦住他 因为他已经知道安先生的手机密码了 这边正在准备演出的克莱尔突然收到了一个电话 但他却看都没看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还诡异地被困在了学校里 他原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可没想到一通奔跑下来 他却发现自己已经死了 此后还变成了地妇林被永远困在了学校 为了调查自己的死因找出凶手 女孩麦迪和闺蜜一直通过线索 嫌疑人一直从男友到老师 再到了现在男友的劈腿对象 就在上集 麦迪和西蒙通过安先生的手机发现 他在办公室通话的对象居然是男友的劈腿对象 杀人凶手一下子就又变成了克莱尔 对于这个结果两人都是万万没想到的 因为克莱尔不仅是全校最瞩目的学生 同时曾经他还是麦迪的好闺蜜 小时候两人就如同孪生姐妹一样无话不说 虽然后来因为麦迪交的男友也是克莱尔的迷恋对象 从而导致两人日渐疏远 但麦迪还是不太相信他就是杀人凶手 因为就在几天前的游泳馆内 一名学生在游泳的时候突然意外溺水 当时的克莱尔见状更是毫不犹豫就跳到水中救人 从他救人的种种举动来看 他怎么都不像一个杀人凶手 可毕竟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他 为了调查清楚 麦迪和西蒙又在克莱尔在学校举办生日宴会时盯上了他 然而即使他们没有放过克莱尔的每一个举断 甚至麦迪都直接翻出了他的手提包 可却依旧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然而就在他们打算放弃的时候 克莱尔居然找来了校长 因为克莱尔的父亲是这所学校的股东之一 所以他想见到校长简直易如反掌 而他现在找到校长自然是为了安先生的事 毕竟安先生因为乐队服的事已经被休假有一个星期了 再加上警方那边也没有任何对安先生不利的线索 还有就是安先生一直都是克莱尔的论文指导老师 所以他想让校长让安先生继续回来上课 他说如果校长不让安先生回来 那他就让自己的父亲从学校撤资 不过虽然麦迪这边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但他母亲这边却有了新发现 母亲之前一直在请求亲戚一起帮忙寻找线索 因此也就在刚刚 亲戚突然打电话来说 他们在老家的房子里发现了麦迪的背包 因为在麦迪刚失踪的时候 警方在那里没有任何发现 而现在又突然发现了背包 这就说明麦迪可能没有死 他可能只是因为某些原因躲起来了而已 这则消息无疑是给了母亲一个新的希望 知道这些的维泽尔又找到了西蒙这里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西蒙 可西蒙不但没有理会他 甚至又像之前那样开始疏远起了维泽尔 就因为他发现了克莱尔的秘密 闺蜜妮可见状也是非常不解的愤然离去 虽然一下子又失去了两位朋友的帮助 但西蒙却一点都不以为然 他还是自顾自的自己寻找线索 接着他就来到了学校的宝洁这里 西蒙来这里是为了找宝洁要安先生办公室的钥匙 也是因为他平时和宝洁关系非常要好 所以宝洁很爽快就给了他钥匙 这边麦迪为了配合其他地妇灵 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孝洁日 也在那里无聊的涂涂画画起来 可就在他无聊之际 麦迪居然看到自己的母亲 竟不知为啥又来到了学校 要知道就算是麦迪还活着 他都几乎过来学校 事出反常必有妖 麦迪也不管什么孝洁日了 他紧跟着母亲就来到了主任办公室 麦迪看到母亲现在一改往日了颓丧样 他现在变得非常乐观 从他们的谈话中 麦迪也了解到 原来母亲是发现了自己的背包 然后他重燃了麦迪还活着的消息 因此这也成了母亲 现在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 看到母亲这样麦迪也是赶出万千 但就在他跟着母亲 走出办公室的时候 他又突然发现了 正在安先生办公室里的西蒙 麦迪说或许他们现在 应该放弃继续寻找线索 毕竟看到母亲 现在能开朗的生活 这或许就是最好的结果 如果他们继续查下去 冠一真的证实了麦迪是被谋杀 那对母亲又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现在西蒙却完全没听麦迪讲话 他自顾自地拿出了克莱尔的所有论文 因为他发现克莱尔的论文 居然都是抄写几十年前的论文 但不知为什么安先生 居然都给他评为优秀论文 虽然是个不错的发现 可麦迪却也同样不在乎 毕竟他现在看到的是 母亲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然而他们却没想到 这个时候克莱尔已经找到了安先生家里 他来询问安先生是怎么跟警方说的 有没有暴露什么 更重要的是有没有将自己说出去 但现在安先生却对他异常冷漠 这边的维泽尔也不甘麦迪不明不白地失踪 所以他趁着晚上没人的时候 悄悄来到了麦迪家的老房子 虽然这里已经空无一人 但他却没想到已经有人找他一步来到了这里 此人好像还并不想对维泽尔发现 学校这边也已经开始孝勤 可就当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的时候 身为拉拉队队长的克莱尔居然姗姗来迟 并且他好像还神情慌张 就好像他刚经历过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一样 更有甚者是在休息的时候 当警长路过他身边的时候 他就更加紧张了起来 而且当警长走后 他居然跑到垃圾桶大吐了起来 趁着孝勤人多的时候 麦迪的母亲也和闺蜜等人来到学校发起了寻人启示 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件事情 然而诡异之事就在这时候发生了 就在孝勤即将结束的时候 西蒙、妮可和维泽尔的手机上都突然收到了一条视频 并且这个视频是关乎克莱尔和安先生的 视频明显是偷拍的 里面克莱尔和安先生吵了起来 他们说到了安先生偷钱的事 甚至还说到了什么一定要保守秘密 不然到时候两人都得玩玩 这边专心看孝勤的麦迪一个转身 他居然看到母亲就站在了自己旁边 并一直盯着自己看 原以为是母亲也能看见自己了 却没想到他只是来看看观众席中 有没有自己女儿的身影 没有看到期盼的身影后 母亲也只能选择失望地离开 这时西蒙也突然走了过来 他将克莱尔的视频也给了麦迪看 麦迪看了眼失落的母亲 这时他才知道 母亲并没有乐观生活 他只是在期盼着自己的女儿还能活着回来 但这样长久下去不是办法 所以麦迪决定找到凶手 让母亲接受事实然后向前看 我留意就了 西蒙带着麦迪来找到了维泽尔 因为要想知道点什么 就必须要从维泽尔下手 毕竟他们两人相恋过 麦迪让西蒙叫维泽尔怎么和克莱尔复合 并给克莱尔发去了短信 做完这些后 西蒙又说他想起了一件事 就是在白天他找保洁接钥匙的时候 在他进门前一秒 他看到保洁好像在认真看着什么视频 所以他怀疑他们收到的不知名视频 就是保洁发的 紧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保洁这里 可没想到保洁却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他看的是另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拍的是发现麦迪血液的锅炉房 因为在警方宣布麦迪并不是死亡之后 就有一些人来到这里写了一些不友好的话 麦迪没有理会这个视频 他转身静止来到了锅炉房 西蒙知道和保洁没关系后也随后跟了过来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一个早就没人打扫的杂物室 可令两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居然在墙上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道 这对小情侣正在学校的锅炉房里偷心 可下一秒男孩居然拿出手机打开了录音 不是要从这个死后灵魂被困在学校的麦迪说起 就在上一集中 麦迪和男闺蜜西蒙居然在锅炉房的废弃房间里 找到了一个秘密通道 为此西蒙怀疑这就是前闺蜜克莱尔 将他杀害并销毁尸体的通道 然而他们一通搜寻下来却没有任何发现 就这样眼见就要找到的线索又断了 无奈他们只能将希望放到了男友维泽尔身上 因为在上集中 麦迪让西蒙叫维泽尔怎么去诱惑克莱尔 毕竟两人曾有过一段恋情 果不其然 由于克莱尔还是爱着维泽尔 所以他很快就答应了和维泽尔复合 也是因为克莱尔敲诈自己的英语老师 以及他和英语老师之间还有着学习之外的命运 现在西蒙和麦迪也因此几乎肯定了他就是杀人凶手 只不过他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而已 所以他们这才需要维泽尔在学校舞会上出手 对于这个舞会学校内的其他灵魂也同样会参加 虽然他们身处不同世界 但毕竟漫长的岁月中实在太过于无聊 所以他们这才需要自娱自乐一下 而另一边的克莱尔这时突然来到学校御室找到了维泽尔 他来是为了让维泽尔给自己当舞伴的 不这样在所有人都个怀鬼胎下 学校舞会如期而至 所有人都盛装出席 这时的克莱尔也来维泽尔家里接到了维泽尔 可令维泽尔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开着车在半路的时候 克莱尔突然就将车停在了路边 甚至还关闭了车门锁 这时候的麦迪也换上了华丽的礼服来到了舞会 不过可惜的是他现在只是一缕灵魂 所以现场所有人就只有西蒙能看见他 然而就在他们参加舞会的时候 麦迪的母亲那边居然出事了 原本母亲照常一样在看电视吃着爆米花 可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人影从窗外一闪而过 好奇的母亲将电视关闭后 又来到落地窗前向外看去 可他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但当他以为没什么事又回去看电视的时候 这边的维泽尔接着酒精向克莱尔问起了老房子的事 克莱尔听完愣了一秒回答说 是不是怀疑他和别人在那里鬼混 看到他答非所问 维泽尔也只好在另外找机会 他来趁着拿久的间隙找到了西蒙和妮可 维泽尔说他现在需要和克莱尔单独相处 因为他察觉到克莱尔的撒谎段位有点高 他必须要用些手段 并让西蒙和妮可先不要打扰他 说完他就离开了 可也就在维泽尔刚离开 西蒙和妮可的手机就同时收到了迈迪母亲的信息 妮可见状赶紧将电话打过去确认真伪 西蒙为了第一时间能知道维泽尔的信息 所以只能让妮可置身前去帮助迈迪的母亲 这边为了套出克莱尔的情报 维泽尔舍身取义带着他就来到了锅炉房 然后接下来就发生了开头的内遇 不过即使手机被发现维泽尔也一点都不慌 他干脆就反课为主质问起克莱尔 维泽尔说他知道是克莱尔调包了麦迪的手机 因为整个学校就只有他有这个物质能力 快速弄到一部一模一样的手机 接着他又拿出莫名收到的那个偷拍他和英语老师的视频 并威胁说如果今天克莱尔不说点什么 他就将这个视频交给警方 克莱尔现在也慌了 面对已经几乎算暴露 克莱尔也只能说他意外发现了英语老师贩毒 然后他以这个为条件要挟安先生给他的论文打 而英语老师暗格里的钱就是他贩毒货的 对于手机克莱尔说 因为那天他和英语老师在争论的时候被麦迪无意间看到 所以他害怕麦迪录了视频或者录了音 他这才偷偷将手机换走让英语老师销毁 再后来为了以防万一 他又叫英语老师给麦迪封口费 克莱尔说他做的就只有这些 对于麦迪的死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而他做这些只是为了维持自己在学校高高在上的形象 随后维泽尔过来将这些都告诉了西蒙 他说他现在非常相信克莱尔 就因为他说话时的真诚和他们解锁不了麦迪的手机 就这样 就连克莱尔这边的线索也断了 但幸运的是麦迪母亲这边有了好消息 就在妮可来到这里帮助母亲的时候 突然门外又有了敲门声 他们打开门后发现居然是警长 所谓无视不登三宝殿 警长说他们有了新发现 就在刚刚警方查到一些线索 连夜去发现麦迪背包的那个老房子时 居然惊讶地在一处草丛里找到了一根带血的撬棍 接着他们根据撬棍的线索也追踪到了一个嫌疑人 他就是学校的宝洁 这些的母亲崩溃了 因为在上一秒他还在非常相信麦迪还活着 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而对于发现撬棍的消息 就在麦迪和西蒙讨论下一步计划的时候 赫然听到楼下居然有人在讨论着什么 他们凑近一听 居然听到了校长在和什么人讨论着发现撬棍的事 女孩意外被困死在了学校里 原以为只是一场简单的谋财害命 可到最后却没想到凶手居然是自己的母亲 都在上一集中 警方通过找到的凶器线索很快就控制了嫌疑人保洁源 同时闺蜜妮妮可也好像是收到了什么信息 连夜跑到树林将什么东西埋进了土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一周后 完全不知情的男闺蜜西蒙这时突然来找到了妮可 因为自从那天晚会之后 妮可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出现在学校了 西蒙来找到他自然是为了麦迪的事 因为他们即将毕业 但现在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而保洁源也只是一个嫌疑人而已 如果他们不能在毕业前找到凶手 那么麦迪的灵魂就可能永远被困在学校 也就在他们相互交谈的时候 西蒙突然发现了妮可的毕业作品 上面画满了大量麦迪的画像 西蒙见状只好放下画册来安慰妮可 毕竟他们调查了这么多 嫌疑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却始终没有找到凶手 然而令西蒙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走后 妮可居然将所有麦迪的照片全部放进了焚烧炉 另一边的其他灵魂这边 他们为了帮麦迪想起生前的记忆 也是绞尽了脑汁 可他们被困学校的几十年 都没有遇到像麦迪这种情况 所以所有灵魂对这种事也是非常束手无策 但也就在这时 同样被困在这里的一名叫查理的灵魂体确说 他从一本古书上看到 人们在失忆之后 可以通过外界刺激重新恢复记忆 于是在众人的努力下 他们又是让麦迪闻刺激的气味 又是吃重口味的食物 甚至就连难听刺耳的歌曲都用上了 却依旧没有任何作用 但也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名叫小棠的灵魂体确说 他生前学过心理学 心理学上讲 人们在被催眠的时候 头上就像立了一个此座无人的牌子 而身体就会变成一个空壳 这样就是被催眠了 这时候的身体就算是 已经被另一个灵魂所占领 这时候小棠接着说 他曾经有个朋友在演唱会上 只因看了一眼前方的灯光 在演唱会结束的时候下台后 他却只能讲西班牙语 而这边的西蒙和维泽尔 他们也开始商量起了新的方案 因为现在警方在关押保洁员一段时间后 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的线索 指明他就是凶手 所以无奈也只能恢复了保洁员的自由 维泽尔说他也确实不相信他就是凶手 毕竟他平时在学校 连一只蟑螂都不敢踩 再加上当时麦迪失踪的第八捷克 他一直都在修男生洗手间的窗户 这一点维泽尔可以为他证明 因为他当时为了解锁麦迪的手机 就正好躲在男生厕所里 这时克莱尔也好奇 到底是谁拍下了他和英语老师的视频 这一切的一切线索都越来越模糊了起来 这时妮可却突然开口问 为什么曾经对他们近而远之的克莱尔 突然那么好心帮忙了起来 难道是因为做贼心虚为了掩人而怒 这番话也引起了维泽尔两人的不适 西蒙见状赶紧过来安慰妮可 毕竟自从麦迪出事以来 他都没有这么不受控 可妮可对于他的安慰却没听进去一句 甚至直接愤然离开了现场 这一切好像也引起了西蒙德些许怀疑 然而他们毕竟是闺蜜 因此他也没有想太多 克莱尔说他们想以此来报警 说有人将他的车砸了 这个很可能就是伤害麦迪的那个人 然后他在前面吸引着警长 维泽尔两人就趁机 溜进警局的政务室寻找线索 果不其然一切都非常顺利 两名警官被派去了学校查看情况 克莱尔又在前面吸引着警长 再由于警长是维泽尔的父亲 他又经常来警局找警长 对警局内的情况非常了解 所以他们很快就悄无声息溜进了政务室 并很快就找到了麦迪的政务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西蒙居然发现了政务被造假了 于是他赶紧问维泽尔他们在树林 发现麦迪脚印的时候 是他们一起发现的还是妮可自己发现的 而这边的妮可这时神情慌张地 来到了学校的电脑室 并威胁逼走了占有电脑的小孩 然后看见老师过来时 他又问如果电脑上的文件被删除 是不是就不会再有备份了吧 可没想到电脑老师却告诉他根本删不干净 因为电脑每隔三分钟 就会自动保存所有文件一次 这边回到学校的西蒙又来找到麦迪 他将妮可谎报假邪印的事告诉了麦迪 但麦迪却不愿意相信妮可就是凶手 因为自从他们认识以来就只有过一次分歧 那是在一次食堂吃饭的时候 他们在食物方面没有达成一致 导致妮可生气的自己吃饭去了 但这些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并且那个时候麦迪都道不歉了 所以他认为你可不可能是凶手 但就现在凶手换了一个又一个而言 西蒙觉得还是应该留个新年 在西蒙走后 麦迪就来到小棠这里 他现在想让小棠通过催眠的方式 能让自己恢复一点记忆 然而没想到一通努力下来 麦迪不但没有任何恢复 小棠自己却回忆起了自己的痛苦往事 无奈他们也只能选择放弃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 这次的催眠确实对麦迪造成了一点影响 而这时的克莱尔两人通过 对保洁员房间的一通寻找 也又找到了一些线索 原来在那天克莱尔见英语老师的时候 保洁员正好经过那里 并将当时的情况记录在了学校的课程表上 而当时又正好是拉拉队训练彩排的日子 就在这天西蒙他们考试结束后 麦迪像日常一样来找他的时候 西蒙又将这些事告诉了他 于是两人决定去找妮可问个究竟 然而现在还在电脑房一通乱山的妮可 却全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报 西蒙直接开门见山的逼问起了妮可 并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就为了他们吃饭时的那点小事吗 妮可听到这些却依旧在想隐瞒 西蒙没办法也只能又开始不断逼问 并威胁要将他送去警局 在西蒙的一通机里呱拉下 妮可也终于受不了说出了事情 原来真的是他拍了克莱尔和英语老师的视频 并将视频发给英语老师勒索他的钱 但他真的不是伤害麦迪的凶手 他只是需要这笔钱 因为他们三人曾约定考同一所大学 但由于妮可的能力有限 他已经通过老师知道自己不可能考上约定的学校 所以他只是想离西蒙和麦迪近一点 可由于自己的家没那么多钱 供自己去他想要的城市 而他那天意外遇到了克莱尔和英语老师 所以他才将视频拍下来勒索英语老师的 妮可说他也就只做了这些 他真的不知道是谁伤害了麦迪 听完这些的西蒙也身为触动 但他的理智还是战胜了情感 他继续询问妮可那笔钱现在在哪 如果警方知道英语老师没有拿那笔钱 那么他们就可以还老师一个清白了 事已至此 妮可也只能将他们带去自己埋钱的地方 而就在他们经过走廊的时候 小唐突然叫住了麦迪 他向麦迪道歉说自己没能帮上忙 麦迪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安慰了他几句就离开了 可也就在麦迪离开后 小唐好像也得到了释怀一样 可将西蒙带到自己埋钱的树林后 便马不停蹄开始挖了起来 可没想到无论他们怎么挖都没有任何收获 那笔钱就好像不翼而飞了一样 而另一边麦迪的母亲 在麦迪的房间里拿着一个信封袋 就好像里面装着好多钱一样 他看了两眼之后 又慌张地将它藏进了抽屉里 这时候赶过来的麦迪看着他们在挖土 好像也想起了点什么 然而也就在这时 麦迪又突然看到树林里居然来了一个黑衣人 他想提醒西蒙他们 可毕竟他是灵魂体 无论他怎么喊西蒙都没能听见 但好在妮可也发现了端倪 他赶紧也提醒西蒙 西蒙见状以为是凶手 便立马拿着铁铲就追了出去 女孩突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灵魂被困在学校里 是因为凶手居然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为此 女孩麦迪为了查清楚母亲到底是不是真的凶手 她选择让男闺蜜西蒙偷偷溜进了自己的家里 看看能不能找到那笔陷害英语老师的钱 果不其然在西蒙的一通努力下 她找到了那个被母亲藏起来的信封袋 找到想要的东西 她自然是选择尽量不要停留 最后西蒙将信封袋里的东西带过来给了麦迪 这里面是麦迪生前的项链 看到这个项链麦迪更加确定母亲很可能就是凶手 因为她遇害之前就正好戴着这个项链 但遇害之后这个项链也随之消失了 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想方法将母亲带来学校疑问究竟 而对于让母亲来学校 他们的班主任却给了他们机会 因为麦迪在生前曾写过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又恰巧在最近的秋季论文评选大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所以这就给了西蒙理由将她母亲叫来学校 果不其然 在西蒙的套路下 母亲顺利来到了学校 她正准备离开 看着机会即将丢失 西蒙干脆就直接拿出了那个项链 看到项链母亲也停下了脚步 但她并不是愤怒而是悲伤 西蒙将项链放在桌子上质问她是不是杀害麦迪的凶手 但此刻的母亲已经伤心的说不出话了 旁边的麦迪看到伤心的母亲 她刚想去看看项链 却没想到刚碰到项链她就想起了所有事情 原来在出事那天 母亲竟然独自来到了学校找麦迪 因为母亲现在患有毒瘾 所以麦迪并不想她被同学看见 于是她将母亲带到楼梯间说话 母亲告诉她说 他们要换新家了 因为母亲在用麦迪上大学的钱在海边买了一栋房子 一听到自己上大学的钱没有了 麦迪也有点生气 她正想质问母亲 可没想到这是下课铃声响了 本质不能被同学看见 她又将母亲带到了学校的锅炉房 在这里麦迪想要母亲将房子退了拿回自己的钱 可母亲因为有些神志不清并没有答应 为此他们产生了强烈分歧 看到母亲这样麦迪崩溃了 她看到祈求无效 干脆就将母亲送给她的项链还了回去 并说要和她断绝母女关系 母亲拿着项链离开了 麦迪则崩溃地坐在锅炉房里哭泣 因为此刻的她知道自己上大学已经无望了 然而这也说明母亲并不是凶手 虽然他们一起到过锅炉房 但母亲后来独自离开了 线索到这里再次断了 凶手到底是谁再次没有了音讯 另一边的男友维泽尔为了给保洁元开拖 她来到警局找到了自己的警长父亲 维泽尔想说麦迪出事那天 保洁元正和她一起都在男生厕所 但由于这个案子一拖再拖 警长为了给大众一个交代 她并没有听从儿子的话 看到不可理喻的父亲 维泽尔也没有办法 于是她在离开的时候 偷偷拍下了警长记录本上的一个地址 接着她又找到了闺蜜妮可和县女友克莱尔 维泽尔认为或许警方查到的这个地址 能有一些新的线索 所以三人打算组团前往一探究竟 三人就这样趁着夜深人静 又来到了记录本上的地址 看着阴森的房子 妮可本想打电话叫西蒙过来帮忙 可奈何现在的西蒙正在参加 麦迪论文的颁奖典礼 根本没接到电话 无奈他们只好继续三人行动 为了不被人发现和留个照影 他们决定让克莱尔留在车上放风 维泽尔则和妮可前往房子内部一探究竟 随着他们一间房一间房的搜查 果然就又有了新发现 妮可发现这里俨然有人生活过的痕迹 无声息溜进了房子 担心维泽尔他们也遇害 克莱尔赶紧也跑了进去 克莱尔赶紧将看到黑衣人的事告诉了妮可 可就在两人刚想离开的时候 他们房间的门居然诡异地关闭了 克莱尔见状立马开始呼叫维泽尔 这边维泽尔听到声音后正想过去支援 但他才刚起步就突然和黑衣人撞了个阵阵 凶手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开着他们的车离开了 维泽尔也被撞得七昏八速 但好在妮可用手机拍下了这个过程 然而当他回放视频的时候 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此他赶紧将视频发过去给西蒙求证 这边收到视频的西蒙又立马找到麦迪 他没有立刻将视频拿出来给麦迪看 反而是麦迪主动说他已经看看了 他说不管凶手是谁 或许自己不应该再纠结拖累还活着的好友了 所以他想让西蒙他们放弃调查 让一切都随风飘散吧 听完这些西蒙虽然很感动 但他还是将妮可发的视频拿了出来 因为这上面拍到的凶手的脸 正是属于麦迪的脸 西蒙没有在听麦迪任何解释 他选择离开了学校 麦迪想跑出去追他回来 可他毕竟不能离开学校 所以他一跨出学校区域就又回到了锅炉房 而就当他来到锅炉房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了锅炉房里面正有人在呼救 这些叫声也又让麦迪想起了一段记忆 那个时候他和母亲在锅炉房分开后 也同样听到了锅炉房有人在呼救 所以他闻声而去来到了锅炉房身处 麦迪听到声音正是从一处铁门后面传来的 他正想打开门一看究竟 却没想到 次又是一样的呼救 麦迪还是一样的来到铁门前 但这次不同的是他无法打开铁门 以及困在里面的正是其他灵魂体查理他们 看到麦迪到来 他们也说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原来在上次灵魂体小堂意外得到超度后 他们就怀疑或许真的存在 能让他们灵魂离开学校的方法 于是便开始询问在这里时间最久的马丁老师 可马丁不仅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 甚至还怒斥他们这是在痴人说梦 既然马丁不肯帮忙 那他们也只好自己调查 果然不查不知道一查下一条 他们发现马丁几十年来不仅谎报了自己的死因 甚至他们查到他并不是冤死 而是他自己制造的意外让自己死亡 这一切都是因为学校是建立在一处 废弃的化学实验基地上方 马丁则是意外发现 他能利用这座化学基地控制人类的灵魂 并将他们困死在学校区域 而他选择死亡 也是因为想要获得更长久的时间岁月 也就是说他在利用学校内的灵魂体 在做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实验 麦迪当初也是因为意外撞进了铁门后 他的实验才惨遭毒手的 甚至学校内所有的灵魂体的死亡 都可能和他有关 不过麦迪现在出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突变 或许他将是终结这场实验的关键 可现在他知道这些已经晚了 这边刚刚逃走的那名黑衣员 正来到车站买票准备离开这座城市 而他正带着一大袋的钞票 这个人也同样称自己为麦迪